余浩铭经历火灾之后成功转型复出 关于余浩铭,相信近日大家也都看过他的新剧《那年花开月正元》 虽然不是一个讨喜的角色,但却因为这部剧转型成功 在拍这部剧的时候,余浩铭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到了剧组 自己还非常没有自信的心想 自己反正没有餐饮的可能就去试试吧 没有想到的是,他云南封建的心态让他进入了剧组 余浩铭也表示说,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剧中的杜米里其实和现实中的余浩铭是有一点相似的 总是带着淡淡的忧伤,因为烧伤而变得不再自信的余浩铭 曾经对外界一再抗拒,出门时总要化厚厚的妆 如今他重拾自信,回到我们大众面前 是不是应该给他点个赞呢 我们的视频开通新美方官方网站,新美方.com 新美方APP以及web ad新美方视频 静紧当入下载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